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4月22號晚上11點半 那這個命運字更新 這一次是這個諸神強襲 然後是這個光屬性的BOSS 然後其實我比較喜歡玩這個世界王 因為這個諸神強襲的話 他必須要這個怎麼講 就是你要去刷這個地下城 然後因為你要刷出這個副本 然後你要一直打到這個 王從等級1升到40級 然後才可以這個參加這個 算是那個諸神任務 那到可以參加諸神任務之後呢 可以幫這個其他人去解這個 這個任務之後呢 就可以一直打40級這樣子 所以前面的幾天啊 要花比較多時間去刷這個BOSS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一般來說推薦 推薦刷的關卡是1-2-1 1-2-1 因為這個只有兩關而已 一般的這個主線關卡的話是3關 所以我們來看看刷多久 我好像已經刷了 看一下 我已經刷了這個7場 然後有沒有7勝 然後都還沒出現BOSS 不過還好這個 命運字的這個體力 獲得還算 還算足夠 那我平常也沒有什麼亂花 所以我現在有4萬 將近5萬的體力 一直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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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對了 好 現在已經是第八勝了 看看要打多久才可以刷出敵人 因為這個前面的敵人的話 用前面的關卡刷 那你需要花的體力少 然後這個戰鬥速度也會比較快 那用這個後面的關卡來刷的話 我覺得這個出現機率好像也是差不多耶 也沒有說這個後面打一場戰鬥要25點體力的就一定出現 所以說這個就 就用這個前面齁 這個第一關齁 這個低等級體力花比較少 然後速度又比較快的關卡 來把這個 這個BOSS刷出來了 然後我們刷出來看齁 因為這個只要打兩關 所以說體力只需要花兩點 一般打 打三關的話 至少要花的體力是三點齁 所以我們就等待吧齁 等待 等待刷出來 刷出來這個豬神強心的BOSS 然後呢這個刷出來之後呢 還要記得打齁 因為這個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會幫你打 那如果說你自己都完全沒有打的話呢 這個 你的那個等級不會提升齁 所以說像我那個 我在掛的時候 我把BOSS刷出來 等我要打的時候 突然發現人家已經幫我打掉了 結果 我的那個豬神BOSS 就沒有辦法提升等級 你必須要自己有打 然後至少要打這個BOSS的1%的血量以上 那個BOSS的等級才會成長齁 然後成長到最高40%才可以參加這個 這個豬神強心的其他的那個活動齁 終於出現了齁 所以說刷了11場才出現齁 花了22點體力這樣子 那所以說我覺得這個任務的話 就是慢慢刷吧齁 我大概要花 大概是要花三天的時間 我覺得我大概就是慢慢來嘛 因為那個其實 我的目標是可以一級把BOSS解決齁 可是就算是可以在一場把BOSS解決呢 我離那個什麼 1%的那個排行榜也是差很遠齁 所以說純粹就是自在參加齁 把這個該換的獎勵換完齁 然後就OK了 所以不會強迫自己 一定要拼到名次 因為太難了 前面大佬真的太強了 然後會用的角色的話 我應該會用上次的這一隻 暗的這個攻擊角色 然後打算是培養他 因為有看這個幾位大大說 他應該是適合在後面齁 這個PVP的角色 那又可以PVP 又可以打這個 這個世界王啊 蛛神強心的活動 我就覺得還蠻不錯的齁 好所以這蛛神強心的部分 然後來看一下齁 哇這個超多東西齁 先領一領吧 今天維護好像是準時嘛 所以說只有這個普通的10抽而已 那這次多了兩隻 應該是對側角吧 一個是攻擊角色 一個是輔助角色 那我們就來抽抽看吧 希望我的這個鑽石夠 好OK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是先看mission pass 這個齁 一個是這一個 月光阿提密斯齁 這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是暗的攻擊的 那他的技能呢 對三名敵人造成這個傷害齁 可是 他應該是 專門是打這一次的boss 可是我應該是不會去練齁 我要練的話 應該是會練六連級的 的這個 這個攻擊角色齁 因為他可以運用在比較多的地方 所以這隻角色我可能不會練齁 支援有限 那這一隻呢 這一隻是這個 破曉賽美樂齁 他是輔助的角色 所以他應該是 作為這一次的這個對側角齁 給他當leader吧 這個 15%齁 然後什麼副本增加什麼吸血 有點像是那個 菜鳥莫娜 好 沒關係我們就抽抽看吧 這是必中召喚的任務 然後還有什麼特選的 養成任務 養成任務這個 這個一定要培養 培養到這個50基就可以 獲得1500這個鑽石齁 好 然後這邊齁 這邊有兩個這個 這個必中召喚 那可是我只有4萬1的這個 4萬1的這個 這個水晶齁 所以說 希望可以抽得到 好 那我們就這個 來吧 15次 15次必中 但是希望說這個省一點齁 那剛剛看到一直點 那個是一個連點的聚集 這樣子我在打戰鬥的時候會快一點 好 第一次 第一次不中 好 沒關係齁 如果是5次中的話 50 15都可以獲得這個溫泉的造型齁 嘿 哎呀 第二次也不中齁 好第三次 這一次要抽兩隻齁 4萬1抽一隻 我是有信心齁 抽兩隻我是有點怕怕的 哇 三次不中了 好 這是第四次了 這樣已經花了1萬鑽石了 啊 第四次 可是 就想說第四次乾脆就第五次嘛 因為第五次才會有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溫泉造型齁 不過沒關係齁 有就好 OK好 獲得這個月光阿提密斯齁 這個我應該就是培養到 培養到50級這樣子 然後領個獎這樣子 呃 還有60級啊 好然後再來是這一個 欸 破曉賽美樂齁 OK 好 那我還剩下3萬鑽 至少我可以10抽 11抽啦 11抽啦 希望可以在11抽之內 呃抽到還好 讓他當作是我的這個隊長齁 欸 但是前面的話 這個敵人 這個boss 呃 諸神 諸神強襲王 boss等級比較低 所以還好啦 所以我還有時間慢慢練齁 好 這是第二抽 好 第二抽沒有 第三抽 欸 有沒有 第三抽有沒有 啊 沒有 好 又來了第四抽 好 又花了1萬水晶了 第四抽 第四抽 哇 哇 第四抽也沒有 好 第五抽的話就是可以獲得一個這個 階段性的任務 第五抽 啊 第五抽也沒有 好 第六抽 嗯 不會要邁向 10抽吧 第六抽 第六抽 哇 第六抽也沒有 好 第七抽 第七抽 哇 哇 糟糕水晶不夠了 第七抽 啊 第七抽也沒有 糟糕第八抽了 好 第八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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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勉強及格 所以說這樣加起來是12抽 4加8 12抽的話 好 也是差不多用光光了 呃 好 就是都各抽到一隻 沒有說什麼超級好運 一次來個兩三隻這樣子 那水晶的話呢 剩不到一萬水晶了 好 那沒關係我至少有解一個這個溫泉的任務 就可以把他們抓去洗澡洗澡了 好 我們泡一下澡 健康 溫泉的話好像是要先 先把這個溫泉打開來 看一下 這個地方 先洗一下 這樣子泡澡好感度會提升比較快喔 OK 魔界溫泉 好 泡湯中 這個是為了世界王存在的魯薩爾卡 好 這個先休息 這個是給他泡好玩的 因為覺得說這個等級太低了 冬之維納斯 好 這個柳道士喔 柳道士不用啦 那是因為說我好像抽到他把靈氣用一用而已 好 然後我們把這兩個暗屬性的上來泡泡澡 第一個是這一個 破曉賽美樂 進來 喔 儲物喔 好 不要物化女性 好 OK 然後我們看一下喔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送 有有有有有 好 送一下 應該是直接升到七八級吧 這是三星的只有到五級喔 好 然後再來 再來是這一個 阿提密斯 阿提密斯的話也是送個禮 送個禮 這很多喔 好像是之前那個轉轉樂抽到的 這個只有四星而已 四級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的話就 給一些暗屬性的吧 給他 我這已經29級了 好吧 那就泡命歌好了 泡命歌也 也有造型喔 都忘記給他除霧了 好 OK 他有靈氣嗎 沒有靈氣喔 所以說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的這個 珠神強襲的獎勵 獎勵的部分其實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你這個全部解完的話你可以獲得 兩隻喔 兩隻這個替身賽樂干擾型 光屬性的角色 然後這個是 我覺得好像看起來 之後好像不是很實用耶 感覺上就是 就是拿來做一個參加活動這樣子 可是造型是還蠻帥的 算是男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現在有什麼活動 就是這個珠神強襲 然後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齁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次更新就是打這個珠神強襲的BOSS 然後要趕快把這個等級刷到40級喔 那刷到40級之後呢 我覺得挑戰也是挑戰把這個副本的這個東西拿完就好了 因為你要這個 這個搶到這個珠神等級的牌 我覺得太困難了 因為我上一次我覺得我已經打得很認真 但是還是差得非常非常遠喔 然後另外不要忘記有這個 這個O 這個Official 這個MOOT 這個地方齁 有那個分享攻略 那隨便分享攻略齁 就可以獲得這個10抽 所以不要忘記去參加官方的這個線下的活動 OK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